魔法师想要松鼠怎么办 首先拿到松鼠杯 然后放入松鼠种子 敲击杯壁 启动魔法阵 可爱的小松鼠就出现啦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很麻烦 可以试试真心症小智的方法 直接丢出一个精灵球捕获一只 用这个方法获得的小可爱 还会自己回精灵球里睡觉呢 宝宝生气了 让爹地哄哄你来吃小瓜子 不够 那来吃小花生 还是不够 核桃也不够吗 不够 那没有喽 啊就那么点好处 我们家妞妞最乖了 呦呼 小婆儿来为奥运借儿加油吧 好 是时候展现一下体育精神了 来跳过来 跳过来 呃你这叫爬 不算不算 继续我们跳过来 一二三跳 嗯好很多了 增加难度 预备跳 哇我的宝贝实在太棒了 这次来跳远 一二三 哇太棒了最后一关 跳高 啊那么高我跳不上去 呃你别放弃啊 记住奥运精神 更高更快更强 小婆儿现在要为你颁发金花生奖 你有什么要说的 中国奥运借儿加油 哟呼 来喽 新年快乐 小扑尔快拜年 恭喜发财 红巴马 祝小扑尔大鸡大利 看好了 只要用这个魔杖指挥 小扑尔就会变得很乖 哎哎你别不小心甩一个很大瓜 马上情人节你该回礼了 情人节应该你送礼官我什么事 搞不好将来就是你祖母大人 现在不讨好一下将来日子不好过啊 那你无可要我来跳 就送这个会不会很奇怪 这你就不懂了 约会就要穿新衣服 我上微评会搜普尔爸 领心人福利挑了两件可爱的卫衣 那这有什么讲究呢 如果他很喜欢穿树米美心也是一个温柔善良的人 咱能一指出 要是尺码不合适 微评会能让顺分上门面对面反过 都不用他跑快递站 这显得咱诚意十足 哦女神来消息表扬小扑尔了 小扑尔 今天想吃这颗草莓美女就要接受 COS变装猜人物挑战 我准备好了 你放马过来吧 冷艳美丽 暗虾公主 半夜鸡叫 八皮粥 乐血勇敢 王鹿飞 聪明善良 阿凡提 呦呼 哦我的天哪肚子好痛啊 还好没有人 舒坦 该用纸 小扑尔你怎么在这里面 我现在是卫生纸管理员 你每次只能用一张 不够用啊 再来一张 那可不行 咱必须得节约用纸 那你掉毛吗 松鼠不掉毛 那真是太棒了 来吧 啊不要拿我擦屁股 呦呼 我要推小扑尔下去 嗯 居然还是个不倒温 下瓜子雨咯 你快点给我出来 我不出来 那我盖上盖子 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海盗船长 乘风破浪 哇哦 实在是太好玩了 小淘气 你快点给我出来 瓜子都快被你吃没了 爹地是个小气鬼 呦呼 小扑尔 过来吃核桃 爹地我打不开 你个笨蛋 打开核桃都不会 看好了 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 拿起核桃 用力那么一捏 核桃就碎了 可以吃了 你学会了吗 好像看会了 又好像不会 呦呼 小扑尔快过来 怎么了 爹地 我刚才做噩梦了 你是不是又偷偷地练索纳了 胡说我没有 the next step 哦不 爹地又睡着了 我练一下锁呢 还说不是你 换羊肩的 哦 马上 这还差不多 呦呼 吃了杯 早点睡 今天开了一天会 这件衣服有点苦 肚子痛就喝人水 小扑尔 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呢 脑袋倒挺大 怪我咯 看来只能使出 我的终极秘法了 点击左下角 打开误翻游戏厅 瞧 马里要吃了问号箱里的 蘑菇就变大了 我只需要用魔杖 突破次元壁 把问号箱拿出来 在你的脑袋上撞一下 看 蘑菇就出现了 那我可要快快长大 哟呼 小松鼠会自己 打开盒子吃东西吗 为了做这个实验 我拿出一粒花生 当着它的面 放入了盒子中 然后放在了它的面前 不到一秒钟 小松鼠就自己 打开了盒子 取出了花生 太简单了 呀呼 居然敢咬我 今天教你个道理 吃一切 长一智 小松鼠正在悠闲的 拨龙眼壳 但是不经历风浪的孩子 怎么能成长呢 我趁它不注意 就把龙眼给抢了过来 它还摔了下去 成长了之后的小松鼠 再想抢它的龙眼 它就会聪明地跑开 YOO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